月球从哪里来?月球到底是什么?月球是不是突然出现在人类面前的?为什么美苏同时停止探索月球呢?美航天局关于人类登月真与假苏联部发表意见呢?他们是不是同时收到德外文明的警告呢? 自从1969年美国人登上月球之后,太空人阿姆斯特朗便成为全世界的焦点,至今依然如此。据说,当时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那一刹那,电视转播的信号突然中止,在上世纪70年代,才陆续有很多内幕人物告诉公众。 当时登月时,电视信号突然中断了那几分钟,竟然是因为阿姆斯特朗遇见到月球上的外星人。 当时美国,苏联甚至中国的无线电爱好者,有不少人截获到了阿姆斯特朗,这个便是拥有VHF收信。 当时兰杰,当时兰杰切听了NASA。NASA,出了什么事?阿波罗11号请回答。阿波罗11号,这家伙真大。 天啊,真是巨大。简直不敢相信。那里有和我们不一样的宇宙船。他们在看住我们。 40年来,对此从不回应的阿姆斯特朗,终于在登月4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。他们希望地球人离开月球。 阿波罗太空人们在月球上,并且,录像胶卷上也留下了那个基地的影子。 而据海军情报局的米尔顿,坎普说,那里有外星人基地和极其巨大的采矿现场。 还有在后来的目击报告书里写成,那些外星人拥有人类无法企及的高科技技术。 他们摧毁地球最多只需要一个小时。 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两个人在1969年7月,直到1979年,负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通信部的毛里斯证实了。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,但是谁都不开口讲。 有时候是保持一定的距离,有时候跟得很紧。 每当这个时候太空人们都想,而地面管制塔每次都命令要保持绝对的沉默。 所有的太空人被严厉要求不准,但阿姆斯特朗坚定自己的立场。 他表示外星人的航空船是,航空船巨大无比,无庸置疑,一定是外星人的基地。 当他被问及如果月球被灭,那么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何还要继续? 他这样回答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必须得承担起这个责任。 他们不能突然中断对月球的探险。 这样必然在地球上引起恐惧心理。 可是从那以后真的是匆匆忙忙挖一出土就回来了。 令人惊弱的巧合,世界各地的天文学家们都曾观察过月球。 月亮的圆缺盈亏,除了是诗人吟诵的对象外,更是农民工作时的参考指标。 中国的农历就是以月亮运行。 很久以前,人们就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实。 月亮老是用同一面对着人们。 这是为什么呢? 经过长期的观察,人们发现月亮会自转。 而自转的周期刚刚好跟它。 所以不管月球跑到哪里,人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都是同一面。 人们还注意到,月球的大小跟太阳看起来是一样大的。 后来天文学家发现,太阳距离地球的距离刚刚好,而太阳的直径也刚刚好是月球的395倍。 所以在地面上看到的月亮就恰好跟太阳一样大。 地球对月球的引力远远小于太阳对月球的引力。 但月球却没有被太阳吸引。 如果月球是一颗宇宙中的天然星体, 那么它一进入太阳系就会被格大无比。 所以很难想象月球是在宇宙中自然形成的。 带序